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你们俩好好谈谈 王大仲好像有两天没来了吧 他两天没来你就问他吧 那是啊 你看每天我们俩一块跳舞的时候 又棒又跳的 你别说 我这身体恢复得还真快 而且吧 这一天的日子也过得特别快 所以他不来找你 你就去找他 结果把脚就崴成这样 是意外 好 妈 你都不知道 王大仲 够他们家 我气了我就不想走 你想想不到吧 他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 他也会生活了 你看 他们家 还有他们 为了有鸟 有鱼 还养了好多小动物呢 他还有一些大挂子 你感觉 帅呀 坐在上面 那个风 搜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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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 我想出去挣钱 我想给你游游 还有时光 给你们买衣服 带你们出去玩 带你们出去吃饭 妈 你这边看着我干嘛呀 不是 好了好了 歇会儿 歇会儿啊 这这这什么情况 细气浪烫的 她往一边找我妈了 说要给她一套房子 老太太没要 你确定 我确定 我觉得老太太 在房子的问题上 还是挺实际的 哎呀 不会 她肯定没要 她要要了 要么跟我藏着椰子 要么她就转窝窝窃地告诉我 她绝不会否认的 她那天你回来也跟我说了 所以我断念她肯定没要 反正我们家这糖金锁啊 是摸准了 齐他妈这卖了 老拿这房子做文章 咱俩要再不见面说说 都得给暗度陈仓了 她没这个机会 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 把我老婆夺走啊 看你老婆呢 你老婆连家都回不去了 要不然 要不然咱们把婚离了吧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离 那你想啊 这大姐要是知道 她被离婚了 起码是为了房子 她没准忍了 她要是知道咱俩结婚 万一光丹光的又十三年 我可不愿意做这千古罪人呢 你怎么断定她被离婚 她就能接受啊 那当初 她光当躺下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跟她过的头了 我就说 非要离那就离呗 结果她就光当一下 她就睡过去了 那现在 既然咱俩离婚了 她要真想跟我过 也得上民政局 重新登记结婚去 我跟你离婚是我跟你离婚啊 我可没说让你跟她再结婚 我也没说要跟她结婚啊 这不说你非要离婚吗 你不是说要跟她结婚吗 你怎么一直那么不坚定啊 我怎么一直不坚定了 我就是说咱俩都不能离婚吗 你还说结婚 我不爱听 上来要去都把鬼绕进去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 我觉得办法早晚得有 玩玩想就想出来了 这得想到哪天去啊 想到哪天也得想啊 办法总比困难多吧 反正我觉得吧 生活嘛 总会有点磕磕绊绊 摔到了爬起来呗 有弯咱绕过去 有坎咱迈过去 我就这么过来的 往上吃饭那会儿吧 也不收学费 管住管住 每个月还有补助 还挺好 后来工作了 也结了婚了 日子就这么过呗 后来最病了 我呢在家面对着一个 不言不语 不声不响的媳妇 在学校一帮生路可苦的 学生 反正生活越走 全自越窄 就剩下魔方了 后来你就有了我了 有了我呢 你的生活呢 就开始有麻烦了 我怎么成一个大麻烦了 你别这样想行吗 怎么是你是麻烦啊 那你看 有了我了 你反大反难了 那不就是我就是麻烦吗 那你干嘛 偏得觉得你是麻烦啊 你要把问题想得简单点 不就不是麻烦了吗 就是有点矛盾不是吗 把矛盾解决了 不就没麻烦了吗 那怎么解决啊 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也不能离婚 哦 真离了婚了 他们俩都高兴了 谁啊 唐一品和王大冲啊 你想啊 我要真跟你离了婚 我就跟他们俩一样了 也是你离了婚的前夫 我们俩就平等了 在一条西跑线上 对 公平竞招 谁也没有优势 挺好 开玩笑归开玩笑 反正 不能离 办法没有慢慢想 想出办法来呢 老太太也不伤心了 英春也不伤害了 咱俩人的日子 也就好过了 你说呢 你看 不伤心了 手心 小心 手心 你 你 为了 不伤心 手心 怎么回事 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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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裡打電話 別這樣上回事 讓全家人找你 我真的 還有 到王大出門以後啊 你給留在看那些寵物什麼烏龜王 你別在海中 你媽 我出個門 你不是上海人嗎 你怎麼不得主婦嗎 不主婦就得出事 你實驚病吧 沒事閒得暈我到這兒來看堵車是嗎 你真有問題 我明白了 現在的這個路況呢 就相當於你心裡的狀況對不對 怎麼樣 用不用我這個業餘的心理輸導師 給你輸導輸導 來勁是吧 你有這麼好心嗎 你想不想想的話 我現在就給你輸導 那這麼說的話 我還真正仰視你了是不是 請教歸請教 疏通歸疏通啊 不再侮辱人啊 真想啊 悠悠是真心喜歡你 這樣就沒有勁了啊 真心喜歡我 那我跟她表白 然後弄到媽 差點連聯繫都斷了 這說明你根本就不了解她 這樣吧 我給你從頭說起 悠悠從小呢 就天天看到她的爸爸媽媽 吵來吵去吵來吵去 十三年前有一天 她的爸爸和她媽媽吵得非常的嚴重 致使她媽媽過於激動 變成了職務人 雖然說她從小就知道 結婚 離婚 職務人的三者之間 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 但是她從小呢 就對婚姻和家庭 有了一種恐懼的心情 這樣說你能做嗎 難怪啊 高中的時候呢 我們兩個的關係一直特別好 突然有一天她就對我不理不才 然後直到高中畢業之後都沒有聯繫 這麼說從那會兒開始她就 她就是真心喜歡你 因為她真心了以後呢 她這個自我保護模式啊 就已經開始啟動了 就致使呢 她對這份真情斷然止步 兄弟 其實我呢 還是很羨慕你的 雖然說我們兩個從小吧 就是青梅竹馬 應該說我是近水樓台新的月 但是從小的時候呢 我們兩個的感情 就沒有更深一步的發展 這麼說 兩條非常親密的平行線 從那個時候 就從未交叉過 悲催啊 幹嘛這麼看著我 我說的還不夠真誠啊 我知道你這一個感情特別舒服 但是 是真的啊 我沒想到你是這樣一個 我是這樣一個 豁華達的人是嗎 那你從現在開始 是不是應該 真正的仰視我啊 不 舒達得怎麼樣 走吧 我請客 你要這首就等你這句話呢 是 回來了 您又把握上了 行了啊 甭擦了咱家夠乾淨的了 平春呢 出去了 出去了 嗯 您這胆可太大了 敢再讓他一人出去 我不是看他身體和精神最近不錯嗎 再說了我也不能守他一輩子呀 這放丹菲那是早晚的事 夠時髦的呀 連放丹菲都會說 老看電視劇還不會說呀 不是還有那麼一句的嗎 冤芳 你怎麼看 唉 嬴春是不是讓王大聰他們家了 嬴春說呀 給王大聰打電話 不是關機就是沒接 供著呀 是向王大聰那兒去吧 看來這王大聰是躲著嬴春的 連電話都不敢接 你聽誰說的呀 悠悠啊 說王大聰這幾天愁的 只看心理醫生 我們嬴春沒那麼可怕吧 王大聰相裝五件 易得配工 他隨便裡往咱們家擠 是衝著晚華來的 這嬴春要是給他貼死了 那他也不虧什麼呀 你嬴春哪配不上他呀 真是 不是我是說呀 這事要傳出去 人家會說我啊 為了自己的幸福 不擇手段 把嬴春這個前妻 往人家那推 你都說她是你前妻了 你不管她正常 你管那是前妻 情緒不能說你什麼呀 你們都已經離婚了 就是有人說閒話 那人也得說是她親媽 想甩下包袱 請問你什麼事呢 那可誰得托付一個靠譜的人呢 你倒是靠譜 可你們從前過的什麼日子呀 媽您看您 別說了 就我看王大聰啊 都比以前靠譜多了 是嗎 這主要的不是因為嬴春嗎 嬴春瞧她順眼 瞧她滿意 唉 你要瞧她不靠譜 我也不死氣白來堅持 前提是 你給我找一個靠譜的咧 我又不是她媽 她的婚事我可做不了主 這麼結了 她今天出去之前呢 苗媚化眼的 可是倒吃了一番 把自己弄得挺美 美人計 美人計 咱們嬴春那條件 不會吧 不在實際 也太危險是不是 再說了 她現在還以為是你老婆呢 那麼幹就是紅杏出牆 我閨女做不出這事 那您就別瞎猜了 唉 來了 說回來就回來了 來了 如果是你老婆呢 還可以 是一個小孩 我永遠不去 尋找吧 是 rehabilitation 會兒子 你會兒子 及孩子 會兒子 發脾氣 你會兒子 靠近年 你會兒子 要來 對 你會兒子 還要願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飘忽不定 所以你想跟我们这儿多了解一下悠悠的情况 好跟她继续发展关系 是这意思吧 对 差不多吧 我怎么听来听去 觉得浩浩好像在说咱家悠悠有心理问题似的 悠悠这个心理 咱们家悠悠是心理医生 专门给别人解决心理问题的 她怎么可能自己心里有问题呢 就是啊 对对对 其实 其实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让您知道 我真的特别地关心悠悠 而且另外她这个心理的问题吧 你就是太着急了 公道自然成 你看小萝卜 多耐心啊 小萝卜是挺有耐心的 可是悠悠对我 总是乐呵呵没心没肺的 我搞不清楚 哎呦 多好的脾气啊 哪找去啊 我们家悠悠没跳 我们悠悠啊 最近准备考研呢 复习也比较紧张 自己租房在外边住呢 你要觉得你心里憋得哈 需要 说 不是 就是你 不方便到心理医诊所去 干脆直接到宿舍跟她聊聊的 不是 您是觉得 我这心里 不是 我就是说 你干脆直接找她 跟她聊不就完了吗 我 你让她给你看看 哎呦呦 哎哎呦呦 哎呦呦 你怎么装没看见我呀 你怎么到这儿来找我来了 你没看见这儿是女生库舍 男士纸布啊 男士纸布我没上去 我来不是约你共计晚餐吗 我有告诉你啊 复习期间 我是杜绝任何人 以任何形式跟我接触的 哥哥哥 我来呢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帮你完成你的复习计划 我在这儿可以 帮你杜绝任何人跟你接触 同学同学 你们来就麻烦了啊 你说不能接触 大耳朵的复习你知道吗 那我去这儿这个 你们住这儿 那请进啊 搞得这么保安室的 干嘛你吓人家了 真懂啊 喂 华姨 喂 悠悠啊 听说你在外面租房子了 是不是要考试了 家里夫妻太吵了 不是 其实我从家里搬出来的原因 华姨 那个悠悠搬出来的原因呢 实际制的环境特别好 吃饭的通俗馆什么的都特别方便 我在这儿看看你就放心吧 又 华姨在呢 明白了明白了 华姨明白了 行行行行 好好复习啊 你们复习吧 好啊 那好嘞 那怎么着再见 好 看吧 华姨肯定会误会杂料的 不会 华姨很单纯才不会想那么多呢 而且我帮你解决这个电话 是为了给你节省时间 让你更多的时间去复习啊 谢谢啊 那你任务完成了 回吧 没有 我们还没工期晚餐呢 现在呢你上去复习 我坐在这儿等你 等你好了之后 我们去吃好吃的 拿着 我可没点啊 来 又回来了 嗯 怎么了 生什么气啊 全都不要 哎呀 行了行了 跟着你来 先吃吧 先吃吧 他们 他们是谁啊 生什么气 我去应聘工作 居然嫌我岁数大了 嫌我生命的年份太长 跟社会脱节了 不屁用我 我就说 我就把落下 谁的社会常识 我都赌回来了 不信 连一个适用的机会 都不给我 想当年我当领导的时候 从来不歧视那些 上了岁数的人 残疾人 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 你没有那么大岁数 再说你也不是残疾人哪 别那么假不假 是安慰我 他们一个个都歧视我 嫌弃我 你也一样 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我这儿去了 那你不嫌弃我呀 好 行 我问你 妈 你先回避一下 妈 回避一下 坐吧 妈 我问你 我问你 为什么我病好了以后 你都不进我屋呢 我不进你屋 也不是嫌弃你呀 那不是嫌弃是什么呀 你不是一个人睡习惯了 你是跟别人睡习惯了吧 不想跟我在一块儿了 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虽然你以前脾气不好 但是真诚 现在你都学会撒谎了 盈春 盈春 换衣服 洗手吃饭 咱们吃饭 不想在家里吃嫌饭 你都出去工作 谁都不要 回来跟我斗气 怎么会是我跟你斗气呢 我也希望你出去工作呀 原来你愿意我出去工作呀 你是不是想想想我出去呀 你又干点别的 你说这事就说歪了 我说你心事了吧 盈春盈春 你少说两句 可是 你这是 跟你说 吵了一辈子了 还不想再记性啊 妈 你想着谁呀 我想着谁呀 我还不是为你好啊 为我好 回回我说这事 你就说我想吵架 那他有曙光 跟李王华做这事 都是对的 就是应该的 我也没 没这么说呀 我就不明白了 他有曙光 在我躺着的时候 十几年如意志 又轻易于地照顾 为什么呀 难道就为了年年的 无好家庭当模范丈夫吗 那也不是我想当的呀 不想当 也当了十几年了呀 外人都知道 模范丈夫 拿奖刀 上报纸 背影上什么东西 什么男人 他道德败败 也要想败 你 怎么啦 我说了 我说对了吧 不敢承认了吧 我没什么不敢的 我是怕你 叶川 你是要替死你妈 是不是呀 妈 我气您干嘛呀 人总得讲别的 分清是非吧 咱们这样的事情 要是能说清楚 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妈 您别跟他说了 你还不让我妈说话了 你们俩是不是串通好了呗 我 没有啊 没有 那有道理你说 你说 有理就说 不跟你说 不跟你说 我 不跟你说 好 妈 我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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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冲那儿去了 您怎么知道 我当妈的女儿上哪儿 我还不知道 这也挂相 心情 看心情就能知道去哪儿 这王大冲可不是个 靠谱的人啊 王华当年 最了解的 话不能这么说 这王不看绿豆 卢水点豆腐的事 当年王华看王大冲 那肯定是越看越不靠谱 越看越腻味 那不能说明人家王大冲不好 这迎春看王大冲 那就不一样了 是越看越有味 那可是 那可是 你是没看见 那迎春一提起王大冲 一副迷开眼笑 手舞足蹈的样子 当妈的对孩子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尤其对迎春这种捡回一条命的人 只要他高兴 我怎么着都行 谁要是反对 那我就让他也直屋一回 让他也尝尝 那睡不醒的滋味 没反对啊 我现在都不能表态 就他冲我这劲 我说赞成 这事都得吹了 哎哭 就像我这一条 我还正说要去找你呢 这两天没练 我这浑身下 那你怎么不去 还好玩笑呢 还让我这个师傅亲自来上门 我这不是有笔账没结吗 这不正跟人家合算的呢 工程这事就那么麻烦 麻烦呀 你这挣钱都麻烦 你好歹还有个事做 你不像我 闲人 跟哪都有点多余 这话说的呢 你可不多余 就咱们两个这个组合 这谁都不行 那咱今天 跳起来 就咱们两个奥 风光真弄了 谁给你闹着玩啊 又这一下又这一下 早知道今天来 我是不是接你一趟不就完了吗 打个电话啊你 早知道这儿那么难找 我才不来呢 这可是咱们小区的周转房 你看见了吗 围气少空气好 那公交车直接到达这个小区门口 我要是每天从这儿去上班 我得自杀多少回我 别急 现在我就带你去参观一下 这个高级小区 等等 我听说你辞职了 这糖豆子的嘴可够快的 什么都跟你说了 是 我是辞职了 以后啊我再也不用红小孩玩了 别劝我 你放心 我这次啊是真的 最后一次我是不会回去 谁劝你啊 这红小孩有什么前途啊 是吧 但是我倒是听说 这唐总准备升你做他的高级经理 这不是你进他们公司的第一志愿吗 那个 真的假的 我悠悠什么时候骗过你呢 那个没用了 辞职信都叫好了 是不是这个 我那辞职信怎么带你这呢 我觉得写得挺好的 我准备留日备用 那个要不要带你去参观参观 咱们的小区 好 起架 走 你说这人真是挺怪的 这盈春跟我吵 我烦 看着盈春跟王大宠越走越近 其实这对咱们挺好的 可是又觉得心里空了了 不大事 那你就跟大姐过吧 挺好的 谁也不吃亏 你不厚得了吧你 盈春 这恢复了 也恢复大劲吗 像十三年前似的 有事跟我吵 没事跟我吵 整天指着我鼻子跟我吵 你就高兴了 吵就吵 你都习惯了 不算是 那我是 十三年前那不是习惯 那是没辙了 现在 一想起来 要是那样 创强死的心都有 你撞强想死的时候 没想我吧 我 我 我没撞强 那不就是因为有你吗 其实王大宠挺好的 他除了爱玩 没有别的坏毛病 他也不坑谁 不害谁 挺好 也就我那会儿年轻 容不下他 要搁着这会儿啊 我也就不离婚了 改造呗 改造不了他 还改造不了我自己 是吧 我觉得你当初离婚的决定挺正确的 你要是改造了你自己 那现在我怎么办 其实你说他对逗逗吧 比对浩浩还好 跟哥俩似的没大没小的 其实是个爹 逗逗最近怎么样 好像就没见着他了 你新搞设计呢 唐一品的事他也不管了 逗逗跟我一样 二 逗逗那点二其实挺可爱的 当初啊 要不是他誓死保安那小毛 现在后果不堪设想 给我召会一个唐一品 那爷给我弄了一个唐一品 还俩唐一品 那可不是吗 一个对你甜无蜜的唐金锁 一个想给我下披霜的唐一品 其实没弄吧 只有你 懂得欣赏我这些小玩意儿 是真的呀 我就觉得吧 你这来看看你这些小东西 一下心情就特别美 还喂不 不用了 不用了 你这话说的我心里真的很舒服 我不愿意让别人说 我什么老大不小的呀 不务正业的呀 这些玩意儿什么的 我不爱听这话说的 那是他们不懂欣赏 我觉得你过得特别有滋有味儿 不管你这话真话假话 别再夸 再夸 我可就找不着北了 我 是真的 绝对是真话 给电话响了 可以结账了 好好好 行行行 那你放心 我一会儿就到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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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 你是要出门 对对对 行 那个 我当然起挂子 那我跟着你一块儿吗 不是 我想 可以呀 再做一次 我明白了 你还想感受一下风从耳边 刷刷吹吹过去的感觉 出发 出发 一起来的那种 就是那种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追逐泪和闪电的力量 出发 走 悠悠 你说你爸也不回来 是你妈也不回来 我这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呢 你看 你呢 什么 你太小萝卜加吃了 得得得 好 问你萝卜爷爷也好 好嘞 你看 怎么回事那么多人呢 这么多人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你别管 你呀 就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回来 别瞎跑 你上去吧 那我来帮你拿 你帮不用不用 你坐这儿就下来 没事 没事 上次八方街拆迁 就碰到评估的问题 这一次又是评估 你同样的错误 反复的犯 像话吗 这就是愚蠢 不是要给咱公司 省点钱吗 省个屁 现在政策越来越透明啊 拆迁这种敏感的事情 我们怎么敢碰啊 老百姓心里的账 算得比你我清楚 现在我们还得回到政策上去办事吧 还要给你去擦屁股 还得打发媒体 省在哪儿了 省了吗 省点事点 省点事点 老孙哪 老孙哪 你给我省点心吧 我挣进的钱 再让我吐出来 还要再加入罚款 你自己算算 要几个亿才得了 你给我出去 哎呦 哎呦 我跟你说 跟他们不一样 我是来 你们财菜打电话 让我来结账的 你这财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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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财献 不是 我跟你们藏走 都熟得很 我就是来 把钱一拿就走了 再有一个名字 你看 那个车上 那是我的车 我那确实是好人 慢慢的 我们的 不是没有闹事的人 快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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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救一救 救一救 救一救 先救一救 救一救 你干嘛的 我首先问一个问题 呃 大家都是来解决问题的吗 是啊 不然大车车 谁在这儿耗上 是 都透了 是不是 今天必须把问题解决好 对 太好了 我能帮助大家 那大家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吗 你是干什么的 是这样 那个外头有人等着我 你们保安又不让我进来 这 这种事情我们公司见多了 我管不了 不是我是我的账的事 管工账的人不在 我没有办法 那您得想个办法 我想我做办法了 这 这等你 这 这 这别看了 忙你的去 Cane 唐总 我知道 我看见了 我告诉你啊 不管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把事情解决掉 您放心吧 唐总 我一定尽力 一定尽力 不是尽力 是一定要解决 不要使事情扩大 好 我听明白了 大家就是说的主要是 拆迁补偿的问题 对吗 是 是 是 我们家也经历过拆迁 那您一定有钱 您跟大战伙说说 我个人没有什么经验 是我们家的人办的 那您跟我说说 当时你们拆迁是不是 多这么几个平常比处 你是说面积是吧 我觉得吧 每家有每家的办法 而且开发商肯定都不是一家 是吧 对 我特别想知道啊 大家今天来 最主要想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他们搞突然袭击 不口东西 他们招呼都不打 这是我家 别说你们俩的事啊 听说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 是他们找的这个评估公司 我们坚决不能同意 好 我听见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大家最主要的就是 对拆迁这个评估公司 有意见 是不是 对 大家的意思是想 重新换一家评估公司 对吗 对 然后希望评估的结果 更公正一些 是吧 对 不是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好不好 如果相信我我就说 咱们这样闹不是办法 最好呢 咱们选出来几个代表 然后呢 让这几个代表跟他们老板谈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可以解决 让大家上了选一下吧 我又可以 你想去 还有谁 你们想去谁 你们三个是吧 好 非常好 你们三个先等等 保安层 这是这样的 你看 我们选出了三个代表 能不能请你 跟你们领导沟通一下 让他们三个进去谈 应该不是问题吧 就是三个 大婷 我谢谢你 但这不是我的工作范畴 不是 您就帮我们联系一下 就我们三个还做不了什么 对 我来出来 我来出来 我是这的负责人 你们这代表都选好了是吧 是 选男的 那好 请进来吧 咱们坐下来好好细谈 好 进去 各位大哥大姐 叔叔阿姨 这样 我问大家 他们三位是我们亲自选出来的吗 对 我们相不相信他们三个 既然相信他们 我建议大家先回去休息 咱们先散了 然后在家等着他们的好消息 好吗 好 那好 那大家都算了吧 好 谢谢大家 先回去吧 谢谢你啊 不客气 那个 我能接一下你们厕所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带你来 谢谢 谢谢 当总 外面聚集的人群 哎呀 真的 哎呀 你这次做的工作不错了嘛 后面的措施可要跟上 千万不能反弹 真受不了 我马上就和他们代表坐下来戏谈 他们主要是不希望咱们指定评估公司 这不是不能商量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嘉嘉明请进 说说 其实刚才事态的平息 完全是由一个不相干的人 从中做了反正 工作不相干的人 对啊 做工作 什么人 他目前没职业 以前做过工夫工作 那难怪 他能说会道 能言善变 所以事态才没有被激化 哦 那这是个人才啊 我们能不能拼用啊